在导演Dominion监制的李小龙最新纪录片《Beworder》中,李湘宁娓娓到来父亲的传奇事迹,我的辨识度并不高,不常被认出来,这句话来自全球最知名武打巨星李小龙的唯一女儿李湘宁,并不令人感到意外,因为本身也是演员和制作人的她,直到最近关于李小龙的纪录片播出,才稍微从幕后走到台前。 她说有时候邮局人员、邻居或机场海关,会对着她身上的李小龙T恤微微一笑,而浑然不知,他们面前就是李小龙的亲生女儿李小龙耶,不错哦,李小龙是生于美国的香港华人,她以一代武术传奇之姿,改变了美国好莱坞对亚洲人瘦小雷弱的观感,也在全世界掀起一阵功夫热潮,在她逝世后几十年后,仍持续发挥影响力。 李小龙在电影中打击种族歧视,而跟随她一生的疯狂影迷,在过去这些年来,也并未因为她的世事而消失殆尽,李小龙的哲学,武学持续,和世界各地的观众产生共鸣。 越南裔美籍导演当面Nagayan最新纪录片Be Water的片名,就是根据李小龙1971年的金剧如水一般来命名,Nagayan透过纪录片检视李小龙的个人生活,和亚洲演员在好莱坞闯荡的心酸,提供了和其他李小龙纪录片不同的观点。 李小龙英年早逝,他的儿子李国豪也于1993年拍摄电影《乌鸦时意外身亡》,年仅28岁,但他的女儿李湘宁,在多年后,携手导演Nagayan,将李小龙要给世界的讯息继续传递下去,我们持续借鉴他如水一般的形式理念,顺应环境,又永远保持初心。